哈喽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念的这本书 名字叫 《狮子要藏在哪里?》 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 一只狮子漫步到市集的广场上 想要买一顶帽子 不过小镇上的人都很怕狮子 于是他逃走了 他拼命的跑 越跑越远 最后跑到爱丽丝的花园小屋里 你不能躲在这里 爱丽丝说 他一点也不怕狮子 这间屋子对你来说太小了 他们进到屋里 想办法把狮子藏起来 他们必须非常安静 要是爸爸妈妈发现家里有一只狮子 一定会大惊小怪 爱丽丝帮狮子拿掉棕毛上的叶子 然后看他的脚掌 帮他拔掉脚掌里的尖刺 我来帮你贴绷带 爱丽丝说 不过要把一只狮子藏起来并不容易 它太大了 又毛茸茸的 而且它也太重了 尤其是睡着的时候 你知道狮子睡得可多呢 不过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狮子就可以出来玩 只要他们小心一点 不要太吵就行了 有一天晚上 爸爸说 他们还没有找到那只狮子 我相信那只狮子的心肠一定很好 爱丽丝的声音从沙发背后传来 世界上才没有什么好心的狮子呢 妈妈说 所有的狮子都会吃人 狮子很烦恼 不过爱丽丝安慰他 他念了狮子最爱听的故事 那是关于一只老虎 跑到人类家里喝下午茶的故事 不过才听到一半 他就睡着了 因为狮子需要很多的睡眠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所有事情全都乱成一团 爱丽丝听见妈妈上楼的声音 可是要叫醒一只睡着的狮子 实在太难了 当然啦 大部分的狮子 在听见一个妈妈 对着他们放声尖叫的时候 还是会醒过来 哇 狮子把腿就跑 跑出了那间屋子 他找到一个可以长生的好地方 只要爱丽丝一进城 他就能从那个位置看见他 没有人留意到他 全镇的人都没有发觉 爱丽丝也没有发觉 那两个闯空门的小偷 当然也没有发觉 他们两个人潜入市政厅 把市长的独台偷个精光 不过狮子可注意到他们了 他大吼一声 从雕像的基座上跳了下来 然后站在两个小偷身上 直到警察赶来为止 小镇上所有的人全都赞叹不已 除了爱丽丝 他说 我早就知道 他是一只心肠很好的狮子 他的话让每个人都非常惊讶 狮子成了镇上的英雄 他不必再躲躲藏藏 证明为他举办一场特别的流行 市长说 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狮子想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 一顶帽子 毕竟当初他就是为了买一顶帽子 才进城的呀 这顶帽子真的好适合你 爱丽丝说 好啦 今天的书就读到这 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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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